有腦子嗎?那腦子是不是搭的士離開了? 你搭我? Hello大家好我是RICO 無論你是男也好女也好 你們身邊一定是一定 會有一些女性的朋友 他們的性格是特別奇怪的 不是奇怪 直接是 惡頂 如果這位朋友有以下這幾種惡行的話 他就很大機會是一個我們男生 聽到已經會打冷鎮的港女 我們親愛的港女們一見面就已經來了 第一宗罪 一個字說完 港女們無論吃東西也好 說話也好 連放屁也好 都是零零射射過人的 我們馬上來看一個現實生活的例子 一出來了 聞到一股男人脫了 嗲聲嗲氣就一定走不掉 是 然後就不知道是因為屁股痕 還是腳趾痕 又開始動身動勢 當然不少的就是 拼頭髮 還有 翹頭髮 高端的港女們這四樣東西又怎會分開來做呢 他們是會把這四個動作同時一起表演 就會變成這樣 嗨 第二宗罪 港女們有個通病 就是他們的頸永遠處於一個繃緊的狀態 令到他們的死人面 就永遠面向西邊 這些我們坊間俗稱就叫西面 學名就叫西面症 西面症的病徵來來去去都是那個 就是無論是甚麼都好 他們都是看不順超的 一不順超會怎樣 就是把西面的樣子出來 我們來欣賞一下 好可愛喔 他的西面菌是會擴散的 那西面菌就會慢慢從臉上 然後把嘴巴都開始震 那把嘴巴就開始噴了 喂啦 現在扣女啦 喂 我媽來的 喂啦 現在有女都扣女啦 都說是我媽 現在孫中山都不夠你 喂啦 你有沒有見過孫中山一次扣女的女 喂 很冷凍啊 冷氣開頭這樣打 是甚麼傻子 這裡是餐廳來的 冷氣大 關於甚麼事 那你是不是不會叫我視影識小一點 現在冷到歸年了 地殼變動 怎麼會這樣啊 蛤 有沒有腦子啊 那腦子是不是坐的士走了 你回答我 說到流汗了 第3中獎 作為一個有教養有禮貌的年輕人 激怒了人就很自然 亦都很應該去哄人 是不是很生氣啊 對不起 唉 如果你真是這麼死狗的話 你就真是名符其實 送羊入虎口了 你以為他會怎樣回答你 不用想了 我們來看看 沒有啊 不要玩我了 第4中獎 第4中獎 港女玩 其實每個人都是頂級的攝影師 本質這不是一件壞事 還是一個不錯的技能 不過 很可惜的是 他們的攝影對象 是自己 你可能會問 嗯 他們會甚麼時候自拍 又會和甚麼拍呢 我回答你 是無時無刻 什麼屎垃圾 倒影一餐 鞋子 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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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皆是鳥 跌破了膝頭 戒傷了指頭 撞穿了額頭 記憶 流在心頭 第5中獎 我們的港女玩 真是不簡單 他們除了是攝影師之外 也是精通 也都是精通 也都是精通 79個語言的文學大師 其中一句他們最常說的外語 無非都是 OH MY GOD OH MY GOD 這裡很重要 港女版的OH MY GOD GOD不是讀GOD 是讀GOD GOD 留意R音 不是GOD 是GOD OH MY GOD 那當然啦 港女們這麼有文學智慧 他們懂得說的語言 又怎會指得一種那麼多呢 那麼 給大家多幾個例子 好 第6中罪 說到這裡不得不承認的就是 我們港女們 真的非常非常多才多藝 他們不單止是攝影師 文學大師 還要是一班 演技精湛的演員 怎樣精湛呢 他們可以對著你 臉就狂風暴雨 主角對著你一個人 有陽光普照 你不要再跟我說話 知道嗎 NO 喂 阿Richard 嗨 喂 你嘗試再碰我 Polyamore 你需要我出街 好啊 大家下次記住這部電影 我們要自拍 BB 你嘗試再吵 OUT OUT 我沒說錯話 沒有 會報完畢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真的 有齊 以上幾種性格 是一個名正言順的港女呢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電影 就記得按讚和留言 想追蹤我在英國的近方 就記得去留意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部電影再見 拜拜 拜拜